这是一根24K纯金打造的手臂 女人贪婪的笑了 没有人不喜欢金子 每天她都要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金币 小女孩好奇的走上前 一边抚摸一边问她是不是公主 女人沉迷于金币带来的虚荣 一刻都不愿意摘下 这是一对幸福恩爱的夫妻 丈夫是一名辛苦劳作的伐木工 而妻子却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败家女 尤其喜欢金首饰 虽然老婆有点败家 可是丈夫依然深爱着她 对方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会尽量满足 但是这天发生了一场意外 丈夫搭档临时请假 没人帮助她砍树 没办法 为了赚钱养家 只好请自己的老婆帮忙 丈夫会无斧头不停劈砍 大树硬身倒下 可就在这时 一根树枝卡住绳索 大树直接朝妻子方向倒去 完蛋了 她本能反应用手去挡 结果一只胳膊被大树砸中压在下面 妻子躺在地上不停发出痛苦哀嚎 丈夫想要将手臂拽出来 可是根本没用 担心妻子失血过多 为了及时就医 丈夫拿起斧头不顾妻子哀求 直接挥了下去 砍断她的右臂 妻子的命保住了 但她也成为了残疾人 曾经她是镇上最美丽的女人 但是现在没了手臂 她变得不再完美 看着妻子郁郁寡欢 丈夫为她打造了一个铁手臂 可是妻子却嫌她太丑 从这以后 妻子没完一泪洗面 丈夫深感自责 于是她又费尽心思 为妻子设计了一款手臂2.0 妻子看着图纸心动了 如果能用金子打造就更完美了 为了能让老婆重拾自信 男人抵押房产 卖掉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终于换来了几块金砖 她将金砖融掉 为妻子打造了一根24K纯金手臂 妻子用手抚摸着 十分满意丈夫的杰作 有了金币 妻子又重拾了自信 可惜好景不长 因为传妻佩戴金币 她患上了肺金病 医生劝她趁早摘下 或许还能活下去 可对方宁愿带着死也不愿意摘 丈夫也说听她的 就这样 没过多久 妻子就死了 临走前还不忘 叮嘱丈夫带着金币陪葬 丈夫答应 但自从妻子离世之后 她就破产了 走投无路之下 丈夫看着妻子照片 终于下定决心 她带着工具 独自一人来到妻子坟前 将棺材挖了出来 打开棺材 妻子尸体已经腐烂 可那根金手臂依旧耀眼 她伸手想要摘下 但根本拿不下来 没办法 只好拿斧头 可一回头 竟然发现妻子睁开了眼 丈夫没多想 将妻子眼睛合上 随后深吸一口气 再一次砍断妻子手臂 她一把拽走金币 眼神中满是贪婪 就在这时 妻子的眼又睁开了 男人瞬间吓尿 连滚带爬跑回家 可刚到家 她又听到外面 传来诡异的声音 突然一阵腰风起来 妻子照片掉在地上 照片上的妻子 竟然变成手拿斧头的样子 她慢慢走上前查看 结果照片里的妻子更近了 丈夫拿起照片仔细端详 她被吓坏了 拿起金币跑上楼 就在这时 她察觉到门外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果然门打开了 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走了进来 完蛋 是妻子 她急忙躲进房间 将门反锁 男人爬上床 神情就像此刻的你一样 而另一边的妻子 拖着斧头 一步一步的走上楼梯 房门被疯狂撞击 男人躲在被窝瑟瑟发抖 后一会儿房门就被推开 一个干巴巴的人影走了进来 她吓惨了 急忙将金手臂递了出去 对方拿走金手臂 消失在了房间里 她慢慢探出头 环顾四周 结果惊恐地发现 一个人影突然从阴暗的角落飘来 一斧头砍向她的脖子 第二天 人们发现了两具尸体 手牵手一起躺在床上 福伯乐也没查出什么 只好草草将两人葬在一起 所有人都知道金手臂在这里 但是没有人敢去动歪心思 影片到此结束 看完记得点赞关注